觀眾朋友 歡迎超播一則追星消息 預計7月即將拿到使用執照 年底準備正式啟用的台北大巨蛋 今天下午3點左右發生公安意外 一名年月50多歲的中華電信包商人員 在進行施作電信工程的時候 疑似因為觸電造成昏迷 第一時間已經送往國泰醫院急救 也順利恢復了心跳 至於詳細的原因 遠雄集團表示了 目前仍然在驚的釐清當中 就是我們收到的追星消息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